农历七月七号不只是七夕情人节 也是亲娘妈的诞辰 屏东慈凤宫在今天准备了五千条红线 更请来了亲娘妈代言人帮忙佩戴 只是参与的不止年轻人 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 大多是因为孩子没有对象 长辈真的好心急 除了求姻缘之外呢 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祈求平安 拍拍拍男女老少 一个接着一个排队队伍在场 也要祈求红线 仔细看参加的不止年轻人 更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信众 祈求红线 忘记七夕娘娘恩主 前程跪拜在七夕娘娘面前 成心求红线 为了不是自己是儿女 子女没对象 爸妈真的好心急 甚至还有阿公阿嬷来帮孙子求 屏东慈凤宫特别选在22号 七夕情人节 也是七牛妈诞成的这天 准备五千条红线 跟请来七牛妈代言人 除了求红线七牛妈也是床木 是孩童的守护神 因此有家长特地带小朋友前来 祈求平安长大 不管想求什么 新陈则林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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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